谈谈游戏 说说照 赶紧跟我报一报 大家好 我是二老 好 今天我们继续做这个北斗神拳 那么这款游戏呢 还有一个二代 其实呢 不光是有二代 还有三四代 因为它是一个系列啊 应该是要做到那个修罗篇吧 那么这款二代的内容呢 大概就是原著里面的天地篇 那么这一篇的这个原著呢 我是一点都不熟悉的 所以呢 我只能去查一下资料了 还有这里有一个重boss 这个重boss呢 可以跳出来用拳头打他的头 他的头是弱点 那么本游戏里面出现的boss 大多数都是使用这个圆斗黄拳的 其实天地篇呢 是后面修罗篇的一个铺垫 那么游戏里面的敌人呢 其实并不是什么坏人 他只是被修罗国的人利用了 这个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看一下原著了 然后刚才呢 又知道了一个日本人的假名啊 这个东西呢 其实跟一代的这个设定的很相似 刚才那个东西呢 是用来升级的 那么现在呢 我们升到两级 这边呢 打第一关的boss 这个boss呢 是一个御长 他叫做巴斯克 他有一招非常厉害啊 我没有让他死出来 那一招呢 可以秒杀我们的 然后这样的话呢 我们到达第二关 那么第二关的流程呢 就会比较长一些 而且呢 第二关呢 是一个迷宫 又是迷宫 还好的 不是每一关都是迷宫 只有那么几关吧 那么这个第二关的话呢 我们首先呢 要找到这个boss 这个路啊 我们稍微的背一下就行 迷宫呢 不是很复杂 至少呢 比一代的要讲单多了 那么游戏的难度呢 也是比一代要讲单不少 很多设定都是基本上原用这个一代的 所以打boss的那些必杀技啊 其实呢 也是跟一代一样 我们需要用特定的动作 才可以打出来 然后这边有一只小boss 这边的话 我们需要卡在这个旁边 跟第一关的小boss一样啊 跳起来用拳头打 他的头是弱点 如果你打他其他部位的话呢 可能就打不动他了 那么这边的等级呢 我就升到两级 然后呢 我后面就不会再升了 因为这款游戏呢 其实不需要升到七级的 两级就足够了 如果你想轻松一点的话呢 你可以升到五级 五级以后呢 人物的移动速度就会加快 但是呢 其实在正常情况下 我们跳起来 这个移动速度跟在 你升到五级之后 在地面上的移动速度是一样的 所以呢 我就没有打算再升级 其实我这个是一个速通的一个套路 然后这边呢 是第二关的boss 那么这个boss呢 你想使用出这个必杀技来的话呢 第一拳一定要蹲下来打 那么第一拳蹲下来打的话呢 他的伤害呢 会特别的高 每一个boss都有一招去触发这个必杀技的 只要你第一招用对了 那么后面不管怎么打这个必杀技的都会出来的 刚才场景上方的那几个字呢 就是必杀技的名字 那么其实呢 没什么卵用 只是说地下了打出来的伤害呢 会高一些 要不要用这个必杀技的就看情况吧 如果不是很麻烦的话呢 我就会用 然后这个又是一只小boss 一下就没了 这边呢 我们需要进门 那么这种门呢 跟一代的进法呢 是不一样的 一代的是同时按住上ab 这里呢 我们需要按住这个右ab 这个是不一样的 这边呢 我们需要打掉这些墙壁 那么这个场景上那些跳来跳去的 像忍者一样的敌人呢 这个呢 不需要管他们 非常难打 好像是打不死的 我印象中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不需要理他们了 赶紧往前面跳 然后来到这里就是管底了 我们在这里往前撑 把这个屏幕撑过来 就会见到boss了 这个boss的地下攻击需要站在地面上踢他 这样就可以使出这个必杀技了 我相信会有一些援助党玩这款游戏的话呢 他一定要每一个boss的他都想使出这个必杀技 好 这边呢 走来一个人 这里呢 没有任何剧情 我也不知道是谁 我没看过援助的 所以就没有办法给你们说明了 好 介绍来这里呢 是第四款 好 刚才我们吃到了一个道具 这个道具吃到之后了 会使出这个北斗神拳的一个奥义 无想转身 这个招数的在援助里面不是用来打人的 他是用来躲避的 就是一个闪躲的技能 在游戏里面表现出来就是无敌 那么这关打的这个boss的是有来投的 他是这个圆斗黄泉的这个子将军 他叫做索利亚 那么在游戏里面呢 总共有四位将军啊 实际上呢 是有五位的 有一位红将军呢 他没有登场 从第三关到第七关呢 都是这几位将军 但是第六关呢 并不是什么将军 本来第六关呢 应该是红将军的 但是呢 被另外一个原创人物替代掉了 不知道为什么 那么等一下我们到第六关的时候就知道了 那么现在是第五关啊 这一关跟前面那一关一样也是比较短的 好 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无相转身 我们要吃一下 然后现在利用这个无敌时间不停的往前跳 这里要讲一下这个游戏的啊 美版跟日版呢 是有一些差别的 那么现在我打的这个是日版 日版跟美版有什么差别的啊 日版呢 难度呢 稍微的困难一些 美版呢 就简单一些 其实差别的就在于美版呢 在空中呢 是没有那种 从前面突然间飞出来的那种暗器 日版呢 到处都是 而且这些暗器 他们是随机的弄出来的 特别是像我这样不停的跳的这个流程的话呢 很容易在空中呢 就会碰到这个暗器 突然间这个发出来 好 我们又到boss了 这个boss呢 很容易翻车 我在这个boss翻车了不少次 那么这个游戏呢 你们可以看一下 我现在用的这个套路啊 这个套路呢 适用于这款游戏啊 大多数的boss 后面的很多boss呢 都可以用这个套路来打的 那么刚才呢 那一位呢 是这个圆渡黄泉的青将军 他会一招叫做流伦的招数 那么这招其实我们主角也会 只不过呢 我没有升到这个六级 我们升到六级的话呢 就可以使出这个流伦了 它是一个远程打击的招数 跟这个boss的那个招数是一样的 但是这招呢 它是有限的 你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主角血量上面不是有 七个方格嘛 这七个方格呢 就是流伦的那个能量了 但是现在我没有升级嘛 所以这个东西呢 就用不了了 然后现在呢 是第六关 那么第六关呢 是整个游戏最长的一关 有点类似于第二关 不过呢 这关呢 是没有什么迷功的 基本上就是一条直向 你不停的往前面走就行 好 注意这里 我们可以走到这个板面的最上方 从这里走的话呢 就会安全一些 刚才那里呢 不是有一个坑吗 那个坑呢 是很容易掉上去的 你只要站在那个地板的中央啊 不动 一会呢 就会掉上去 然后这边呢 是小boss 这一关呢 小boss非常多 这些小boss呢 基本上都可以用我刚才说的那个打法 你打他几拳 然后呢 往后拉 再拉回来 你只要这个站位站好 这个boss就很蠢的站在那里给你打了 好 我们继续强劲 那么这里的话呢 我们尽量走上面 因为上面碰到敌人的机会呢 会少一些 如果前面有敌人的话呢 就尽量不要往前面走 因为这些敌人呢 都会丢这个暗器 我们可以原地蹲着 出拳头 等这个敌人过来就好了 好 又是小boss 怎么这只小boss跟刚才那只好像是长的一样的呀 差不多 那么刚才那个打法呢 也是可以用的 那么这个游戏的设定呢 跟一代一样 打死boss之后呢 是会补血的 不过呢 这一次呢 他是一定会补的 不会说有什么随机性 好 注意这里前面有一个坑 这一边呢 最好呢 先把这些杂兵清掉 然后呢 从上面走 这里呢 我不推荐走下面 因为下面那个地板呢 是会裂开的 你站在上面一会就会掉下去了 而且呢 在附近呢 有敌人 只要你在往前走的过程中 被一个敌人踢到或者打到了 那对不起 你就会掉坑 刚才我这里是强行过去的 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 如果旁边确实没什么敌人的话 你可以考虑走过去 好 听到这个声音 又是小boss 还这个boss呢 他是丢暗器的 这个打法呢 就跟前面那个不一样了 直接站在地面上打就行 这个关卡呢 还没完 接下来才是本官的boss 本官的boss呢 据说是一个原创人物 他的名字呢 叫做布隆杂 本来这关的boss呢 应该安排这个红将军的 但是不知道为何搞了一个原创人物 这里呢 我们也是走上面 上面安全 好 这里呢 这个运气不太好 前面刷了一个敌人 这个敌人呢 有点当成太好了 他跳走了 要不然 我这个就过不去了 可能有同学说 为什么我在那里不停的跳啊跳啊 因为炎武跳跃的时候 移动速度比较快啊 那当然是不停的跳啊跳啊 主要说我升到5级了 就不需要跳了 好 前面的话呢 就是boss上了 那么这个boss呢 他一出场呢 就会有一个分身 这招呢 有点类似于这个无想转身啊 实际上呢 他并不是无敌的 左边那个是他的真身 我们打左边的那个就行了 右边那个是假的 套路的话呢 就用前面我说过的那个常规套路就行 好 接下来第七关 我才注意到这个关卡开始的时候 是有一个谁对谁的这么一个名字的 那我们要知道无想转身了 赶紧往前面冲 那么这里呢 要走上面这条路 下面那条路呢 是一个死胡同 然后这里跳上去 然后再往下就是boss了 这关呢 是非常短的 那么这关呢 也要看一点点 最好这个空中的不要出太多的暗器 如果受伤太多的话呢 打boss的时候这个血就可能不够了 那么这里如果场景上有三个暗器的话呢 你不停的往前走的时候呢 那个敌人呢 就发不出新的暗器了 就是说这个屏幕最多容纳三个暗器 好 马上boss上了 那么这一关的boss呢 是这个圆斗黄拳的最强的一位 这个金将军法鲁哥 这个boss呢 非常难打啊 我差一点被他打死了 他同时会向流伦的招数 而且还会这个飞踢 飞踢这一招非常的危险 一开始一定要躲过飞踢这一招 只要他停下来了 那么就好打了 那么接下来就是游戏的最终boss 最终boss的叫做无名修罗 他的招数呢 跟这个啊 法鲁哥呢 是类似的 但是呢 他没有远程攻击 所以实际上这个boss呢 是比那个法鲁哥呢 要好打一些的 我这里也使出了这个绝招 把他干掉了 那么接下来的就是北斗神拳三世代啊 然后呢 这三世代的是RPG啊 这个呢 我就不做了 所以呢 这个修罗篇呢 我们就没法搞了